這個是什麼,其實就有一點點像Windows的檔案總管 就是你包含你所有要用的文件 你都可以在Finder裡面找到 然後最左邊有一個最近使用的項目啊 桌面啊、文件、下載項目 其實都是在這邊可以去直接點選到 好,再來你看一下最上面那個狀態列 它這裡有一個前往 就例如說你想要去到哪一個位置 你就點選前往,然後你就可以過去 好,這個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輸入法的切換 按錯鍵加空白鍵 就是10點11之後啦 像現在大家應該都是10點15 所以這個切換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切換 好,再來常用的快速鍵 我可能都會有人問我 所以如今我要怎麼樣複製貼上比較快啊 我每次都用滑鼠這樣滑 然後按右鍵複製然後貼上 好,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Windows的 其實我們很常用Windows就是Ctrl加C,Ctrl加V 那我們怎麼樣在Mac上執行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Mac的電腦 Mac的電腦它會有一個按鍵叫做Command 好,那Command其實就等同於Windows的Ctrl鍵 好,就包含了你按Command加C就是複製 剪下貼上 好,那你可能跟我說 羅先生我是外接Windows的鍵盤 那我要怎麼用 好,其實我這裡有一張圖 就是你只要看你Windows鍵盤上的Windows鍵 那個鍵就是 在Mac上面就叫做Command鍵 所以你只要這樣執行就可以 好,我只是很簡單的把一些操作 跟大家做說明 好,再來 管理部